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又有抽獎活動要跟大家分享啦 第一個就是Tingroup十全科技的這個隨身碟T193 然後容量是32GB的 那獎項只有一個,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 那我們時間也不會開很長 大概9月就會把它抽出來了 獎項的獲取的方法呢 第一個就是要記得按讚訂閱EnterBox 那第二個就是留言 那留言指定的內容就是看一下影片說明欄會告訴大家 這個隨身碟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呢 我們這次有拿到兩個,一個是32GB的 就是這次要抽獎給大家的 都還沒有開喔,都是全新的 那我們手上這顆128GB的 是T193最高容量的規格 在官方的測試數據當中 寫讀速度分別是35Mbps跟90Mbps 但是我們實際測試的時候 哇,那快非常多 那以寫入來講的話是差不多相同的 大概在30-35Mbps之間 那讀取就真的大爆走耶 超誇張的 原廠才標90Mbps 我們隨便跑都超過200Mbps 從來沒有低於200Mbps喔 那最高的話大概到216.2Mbps 但普遍大概都211-215Mbps 大概這個速度非常快 如果你細舊它的規格可能會覺得它有點貴 因為同樣128GB 差不多的讀寫速度 你可以用更 便宜的價格買到普通的隨身碟 但是T193就是有它特別的地方 而且我發現網友也蠻喜歡這個隨身碟的 像是它有些實用的功能 尺的部分它展開的時候可以到12公分 那我自己平常就會把它拿來當拆醒刀 那此外它中間有一個小小的放大鏡 真的有一點放大的效果 那另外就是兩腳器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雖然不是非常精準 但是作為簡單的兩腳器也是蠻夠的 另外它裡面還有一顆磁鐵 所以如果你要吸在OA的隔肩牆上面 或是吸在一些金屬的面板上也是可以的 或是你平常有在拆裝電腦 那電腦的螺絲可能是有金屬可以被磁鐵吸住的 就可以用這個隨身碟把它吸住 另外我覺得很有特色的就是 它本身如果你不說它是一個隨身碟 你會覺得它是一把尺 直到有人跟你說它有隨身碟的功能 你可能哇原來這是一個隨身碟 我會嚇一跳 我平常在用的場景就是開會的時候 別人在講話 然後我可能會在下面紓壓的玩這個尺 然後一直去凹折它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把它當作一個送禮的東西來講 其實也不會貴很多啊 這種東西也貴個幾十塊幾百塊而已 還好啦 當作送禮的話我覺得蠻合適的 自己買來玩也蠻紓壓的 那如果你也想要這個特殊的隨身碟的話 記得參加我們的抽獎 在下面留言按讚訂閱Enterbox喔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談談第二個產品 就是最近在開箱的這個雷克莎的記憶卡 這次要一次開箱好幾張記憶卡喔 那這些記憶卡之後就會變成我們的評測的道具 所以容量我都沒有刻意去挑到最高的 我都調64G的 速度就很夠了 那總共有三張 我們就從最便宜的一張一張來看 首先第一張是MicroSD 633X的這一張 它的外觀顏色主要是黑色和藍色 然後配上白色的字 64Gb的目前這張大概價格是300-400左右 那規格是UHS-1的 速度標示可以到95Mb 然後保護10年 之後會主要用來測試 手機、讀卡機、筆電 這些裝置的MicroSD速度 那它的包裝呢也有附一個MicroSD to SD的Adapter 第二張是標準大小的SD卡 速度是1667X 64Gb這張的價格目前大概是1300-1200左右 我覺得這一款是CP值最高的 那如果你平常有在拍照或是錄影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買到更大容量128Gb的 那規格呢是UHS-II和V60 速度標示可以達到讀取250Mb和寫入120Mb 然後保護是終身保護 大家平常注意協入速度的時候 主要是為了要滿足相機 還有攝影機4K錄影的時候 確定記憶卡不會造成這個瓶頸 但我覺得讀取速度也非常重要 因為記憶卡的讀取速度會直接影響到 你素材拉進電腦儲存的速度 這可以幫你省下很多很多的時間 那第三張是最終極的最極限的SD-2000X 是目前XR最高階的SD卡 雖然做SD卡的廠商很多 但是能夠做到高階UHS-II 然後標示速度可以到300Mb的廠商 那就不多了 手指都數得出來喔 那DEXR就是其中一家 這個價格真的不便宜 價格是在3000-4000左右 你可以看差不多這個價格的SD卡都是這樣 雷克沙沒有賣的特別貴 是這個Label的產品就是這麼貴 那你想一下剛剛MicroSD 633X 容量也是64G喔 那這一張2000X的價格是那張633X的10倍差不多 那它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猛 UHS-II的規格 而且速度都可以達到B90喔 官方標示讀取可以達到300Mb 寫入可以達到260Mb 同樣是終身寶固 而且這一款是還有附UHS-II USB的讀卡機 1667X那一款是沒有的喔 這個讀卡機還真的不便宜喔 一般來說市面上SD的讀卡機 都是UHS-I的 所以你會想印象中 蛤?SD卡讀卡機不就很便宜的東西嗎? 對,但是UHS-II的價格就差很多囉 至少都是好幾百 所以原廠隨附的讀卡機千萬不要丟喔 這兩張記憶卡1667X和2000X之後 主要的用途就是在測試筆電 桌機還有HUB的SD卡讀寫速度 那避免造成這個測試上的瓶頸 能夠給大家更詳細的評測 第三個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開箱了 一個很有趣的滑鼠 那我們自己就叫它動動鼠 是Anaconda的Blackhold RGB 那目前粉絲專頁的抽獎已經抽完了 正確答案是119個造型鏤空洞洞 這如果你如果寫成其他答案了 就是非常抱歉 你並沒有辦法得到這次抽獎的資格 那我們抽獎的名單也進出來了 我們就放在粉絲專頁 那請大家過去看一下到底是誰抽中的呢? 如果你沒有抽到也沒有關係 這部影片下面就可以抽獎 隨身碟也是很實用的產品 巨蟒這款滑鼠的特色就是它上面有很多洞洞 然後讓整個滑鼠的重量降低了很多 只有75公克左右 而編織的線材也比較不容易打結 光是編織線這個優點 很多同樣價位的隨身碟都還不見得有 我真的蠻喜歡編織線的這種滑鼠 巨蟒黑洞滑鼠 雖然不是我目前拿到過最輕的滑鼠 我之前玩過最輕的應該是酷媽的MMT10吧 大概只有50多公克 但是黑洞這款呢 它有RGB的燈光效果 而且還可以透過電腦控制 此外大家搜尋一下應該可以發現 有時候這款滑鼠特價的時候 網路會便宜非常多 我覺得這同樣價位 你很難找到這麼有特色的滑鼠 另外也有很多網友反應 他們會擔心髒了以後 這個很多洞洞會掉進去 累積在裡面怎麼辦 那以我現在用到兩三個月的心得來講 我覺得機會不高耶 因為我也實際把它拆開來看過 裡面還蠻乾淨的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那麼擔心 那假設你覺得我的環境真的很糟 然後你很擔心它會髒 那你當然就不要選擇這樣的滑鼠啊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環境沒有髒到那麼誇張 可能只有小髒的話 那我覺得你買也沒有關係 反正它可以拆開來嘛 所以就可以拆開來清晰就沒有問題啦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第四個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Thunderbolt 4這個最新的規格 那這個內容就有一點硬朗 那如果我們講錯的話 也請大家幫忙糾正一下 前一陣子Intel舉辦了Thunderbolt 4的說明會 那這一款的速度頻寬 仍然維持在了40GB TB4的功能還是有比較強大的 像是目前它已經全面支援USB 為什麼會說全面呢 因為TB3它主要還是相容USB 那TB4的優勢就是它是支援了USB 另外就是像以前Thunderbolt的晶片 頂多就只能做一個upstream跟一個downstream 但現在Thunderbolt 4的晶片 已經可以支援一個upstream跟三個downstream 當然你的頻寬是沒有改變的 但我覺得這個對hub來講 意義就非常大了 你可以做到一個hub 然後輸出好幾個Thunderbolt 此外這陣子 我有看到一些正在開發的 Thunderbolt 3裝置 還有Thunderbolt 4的裝置 不管是筆電 SSD Dock 未來半年一年 應該會看到很多 更多有創新的產品在市場上 是以前完全沒有看過的 Thunderbolt的樣貌和型態 那目前唯一可以公開講的 應該就是OWC的外接盒 雖然市場上可以更換 SSD的TB3外接盒很多 但這款是目前唯一 通過Intel Thunderbolt認證 可以更換SSD的TB3外接盒 講起來很長 簡單來講就是 它可以更換SSD 然後它有認證 這是唯一有認證可以更換的 那它的速度似乎是比較慢一些啦 官方標示可以到1553Mbps 速度比性價比更高的 USB3.2 Gen2 10G還要再快一些 那未來還會有其他競爭產品 比如說USB3.2 Gen2 by 2 20G的SSD也會推出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應該會有很多裝置 很多SSD 可以來測試它們的速度 它們的性價比 有什麼差異 哪一個比較划算 第五個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最近有開箱一個華碩的外接式 AI講造麥克風音效卡 不過它本身不是一個卡 它是一個轉接器 就像你的手機USB 轉到耳機接口的這種 不過它大顆一點點 這款價格大概在1500左右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 幫你把背景的扎音過濾掉 那我們大概測試了三個情況 非常極端的情況是 我們把電風扇放在身體旁邊 然後把風量開到最大 直接這樣測試的時候是完全hold不住的 整個雜音都已經把人聲都蓋掉了 所以這個AI當然也是過濾不出來 就沒有什麼效果 但是我想正常人應該是不會這樣 把風扇放在旁邊這樣直接吹的 所以這是比較不合理的狀況 那實測了比較合理的狀況 例如說把風扇放在1公尺 2公尺 5公尺的距離的時候 不管開弱風還是強風 在這個AI的降噪神器之下還是有非常明顯的幫助 人聲雖然也有小小的損失 但是主要還是可以非常清晰的聽到人的聲音 如果你的期望是想要用這個產品讓你的音質更好 那這個想法是不太對的喔 因為如果你要音質更好 應該是買更好的麥克風 那這個外接的音效卡 它主要是幫助你把背景雜音去掉 所以這點大家要考慮清楚喔 不要買錯產品 然後才說產品很爛 其實人家都是有標清楚它的功用 它的應用的場景是什麼的 另外還有這個產品支援的手機 官方也有放在這個網頁的底下 我們把截圖放在畫面這邊給大家看 那我主要測試的時候都是用MacBook Pro 所以我想應該所有MacBook系列 還有iMac都是可以使用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期的分享就到這裡 邀請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再按换讚訂閱 我們一下頻道 permet要再按讚淋 然後? 按讚